机动车发生轻微财产损失的交通事故 对应当自行撤离现场而未撤离的 交通警察有权责令当事人撤离 所以我们看轻微财产损失的交通事故 肯定不影响 对刮蹭 那我觉得一定是对的 这要题我做过 这个这个题有个计算 要有权你就选正确 好 正确那肯定对了 驾驶机动车在同方向 只有一条车道的城市 叫你说最高时速不能超过每小时70公里 正确 错错错606060 错误一定错了70一定错了 错一个错一个错一个 先看一下为什么 城市哪有这么高啊 那是城市高速才有6070 啊 对不可能70的一人一个了呀 我没有啊我答对了 他们两个我咱俩咱俩 就我们两个两个最帅的 哦 对在这段道路上不能掉头 为啥不能掉头正确 为啥因为左边也有车 不是他因为他实现 是实现 错了错了 我答对了答对了 这个算一下算 这个这个算 一定要解答正确 好啊这这种就三分钟对了 半0.5吧 三分钟对了吧 如果解释错了也算好吧 好 小心汽车科目二考试内容 包括倒车入库 摩到定点停车和起步 侧方停车曲线行驶 直角转弯 对啊这个正确 对啊这个正确啊 我想正确看看啊 正确正确 来解释一下解释一下 这个不用解释这个没有查看 到了到了 机动车登记证书 号牌行驶证 什么灭失丢失或者是损毁的 机动车所有人应当上 居住地车管所申请补领 换领正确啊 这个要提醒一下 就是如果真的丢了的话 一定要去补领 即使是选择 立马这个 正确 确定是正确 正确 我确定正确 你要仔细审条 是居住的所在地 还是他颁发的那个地方 居住所在地可以 现在现在是可以 可以你选正确 正确正确正确 你确定啊 我确定我确定 ok 错误 看到了吧 看到没有 这才是真正要口可疑的人 他在哪里丢的 就应该去哪里先办了 补办的时候 就是你申领的时候 要在当祭地车辆管理所 补办的时候 当然也要在当登祭地 就是你要在登祭地 要不是说你现在住的 就是你在北京登祭的 那你住在上海 就不能在上海不离 还是要回北京 你还是要回北京 北京 不是现在不用了呀 这个 你你怎么跟提说 哈哈哈哈 没有 因为我前段时间刚打过车管所问 我可以在当地 没办法 现在可以考到海上220 连行交通网 根据可以了 我根据可以了 哎不行 这个我要摆住一下 哈哈哈哈 又可以提 两题了 下一题我们先探 好 现在看吧 我这就是我总觉得在这种题上 我招我多不容易了吧 如图所示 A车在此时进入左侧车道 是因为进入时间后不得变更车 这肯定是对的吗 我觉得应该是对的 嗯 果然是对的 下一题 如图所示 当年超越右侧车辆时 应尽快超越 并减少并行 这种就很难了 哎呦 这种太难了 这种题 怎么下啊 等一下 绕四块下 直接冲啊 对 你在现实地肯定是这样子吗 但你最提名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 我这个好难啊 要听建议 要听 这我跟你说 看着要快 其实应该是应该是选错的 对我觉得应该是错的 我觉得是对的 我觉得是对的 你觉得是对的 看一下吧 绝对是错的 我觉得是错的 错的 肯定是错的 如果有人已经在你前面了 一定是让他 一定是解释 对让 选出让行 错的肯定是错的 选逼 看到了吗 什么 错误 正确 因为你要注意他的最最厉害的时候 他说是 应该尽快超越减少并行的时间 他是已经在别人的道上了 他得必须快点唱 这就是科医的水平 但是这个图真太有疑惑力了 这就是科医的水平 太迷惑性了 这个图太有迷惑性了 看看你们两个人这种考不过 我跟你讲 真的 我真的考不过 我现在要这样 我这种我都考不过 好了 这个游戏不玩了 我玩不起 你说最多 你说最多反正你去你家有喝的吗 好的 谢谢 别说说我们要喝的 不好意思 你就说你一个人想喝 对你就说 他说一个下面没有水 一个人想喝 然后帮忙拿一点